DSS 也是有一些小分 跳下来之后直接16 TU-TAP将妹妹给放倒 TU-TAP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好 因为跳下去之后 有一个僵直 你明显看见对面 这个马上要遭遇了 577蹦跋的这个声音 和身形都被看到了 26直接秒杀 这波还搅到577的一辆车 非常的转 本来是想要踩到山头上面 来观察一下附近的一些信息的 但是殊不知 其实这把北部的空间还挺大的 SMS其实是有一个 往北部转移的机会的 他们还是选择直接过了 像摩托城和大翼这边 直接插到了电站山的西南方 一点点 现在的位置应该错 看到了看到了 那没有掩体 但是把DT放到这么近的距离 我觉得DSS还是稍微 在阵型的布置上 慢了一点 这边就是整个 这边的山呢 比较的开 主要是857的2倒了呀 队友给了个贼 自己往前面去摸 上来先被敲一枪头 26的补枪 挖马直接被放到 26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里也被打了个高点 857先给他补掉 但另外一边 GFY的黄志龙过来了 而且两边是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这一波其实 因为一开始 DT就是少一个 是的 就是说 在你面对着一打一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刚刚踩到坡上去 其实还是要等一下 等一下 还是拿到了豆子的人头 那DSS这个地方快跑吧 阿童木在补了枪 但是算是mini的 对于GFY来讲 应该是mini的必修课了 然后我们看到 第二个圈是刷了一个同心员 先探一个房区 MCG在这个房区是 虽然说是分彩 但是直言已经在往前 这个时候出现这种失误 赶紧扛起来 被补了一口 先卡一卡 看一下 咱们绕的位置怎么样 坦克被打了一枪头 小灰先把坦克给秒了 站在房子上的坦克 已经被放到了 小灰这个位置只有一丝 点点一直能抽得到 要小心一点 巨幅 小杨也是被穆兹迪克雷给炸倒 两边都是有互相击倒的情况 多 他想把这边全部给他听了 那CG不是all in的 他想起来就有点困难 是的 主要是现在还要 看看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的 如果导人的这个人数不是很多的话 他比家还在 木兹里拿了一个小过点 这波萨曼再匹克出来打 近距离的交锋 王沙曼这边是偷到了一个巨 外面有一颗烟 小五已经被包围了 小五被包围了 小五先打一个 木兹里被震了一下 看到了CG的人 先撤一下吧 MCG慢慢保一下编制 CG因为是没有all in的关系 林强只有一个人 王沙曹 王沙曹是划车划到这个反鞋的吗 没有啊 他车就停在这里 还是挺明显的 这不是FTY的信息 WM继续往南边绕 这波王沙曹又是找到了 木兹里的位置 木兹里一个人到这里来了 这波应该是到了一个自由人的埋位 然后买到对方自由人 这边挂后的 在底坡的王沙曹已经被打掉 两个队友直接其实是提到了前面 反卡了也是MCG 但是MCG处理掉王沙曹 这个点用的时间太久和代价太大了 CG现在反客为主 另外一次FM战队 只能够去硬打这边的FTY了 伯良那个位置已经倒下了 CG也是直接被老橘给放倒 以高打跌 龙死哥是一把AK AK在后几发的这个还是有点严重 看这波还是把永远给放倒 门口看到两个人 现在的好处是FTY的战队 可以利用这个空隙和悬崖下面啊 去服队友 小海的架枪 龙死哥是直接手杆火热 将架枪的小海给放倒了 小海这个位置有点想立功 他去这个位置顶住了 队友就全火了 是的 他那个位置必须得要顶 要不然的话FTY绕左侧的话 其实扔雷的角度是很好找的 跳的信息 FTY也不是很确定 直接踢大脚步往前压 FTY这波拿到了四个人头 先到先得 FTY这个防局的视野刚好可以看到一点点 但是人头被K了 最后是 现在就看他们的反应速度了 如果再往前面去走的话 其实这个过点还是比较长的 响了枪 那左侧其实是不好打的 K了G的小轩的那一侧的话 已经挺分散的 或许这对于FTY来说是一波机会 毕竟自己在今年的话是一个二打一 现在回不去了 K了G现在盯FTY这两个人是回不到正面战场的 没有问题 龙斯哥再拿一分 个人已经拿到了四个淘汰分了 K了G这个防局在底下沾一点点 对于TMA来讲 一个满边队如果就选择在五圈圈边换分的话 有点太亏了 这个圈他们有绝对的地方可以带 这是真的长枪在手淘汰全有啊 嗯再拿一分 哇这个补投的效率很高 补力向头 豪斯哥直接被补到雪梁见底 IH也已经压到了正面 左近下面长枪房有一个人 是第一时间给不到这个火力的输出的 打鞋铜给投支握 左侧听到脚步枪拉过来 队友的补向做得还是比较的快 赶紧扶 背后 TMA已经贴到了FTY的近点 龙斯哥是Cobra Cobra Cobra在走围之中 完成了对枪线的控制 这波Cobra完成一波一穿二 这个底线 想要上山的话呢 有点难 前面队友在踩到山头的时候呢 确实也上不去帮忙 帮不了 TMA这个房区其实本来就有点难守 南北都顾不上 一般这个房区挂在圈边的时候可以是不要的 没了 很亏 这个房区选择坚守 导致被前后两个队友包夹经历 拿一分吧 这脚步最后坦克是在前面一直在蹭 是的 后面选择拉大摇不上来被听到了 他踩到这个房区已经踩了好多圈了 两个分踩 对 但TMA这把圈架都是打的残编队 很顺利啊 面前又是一个I7 I7只剩三个人的 自己的手感非常自信 所以刚才底波这个拉的 也是用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表现 看一下这波 可乐也是选择拉到蓝圈里面 可乐在网上面去摸 队友及时补充火力 因为托布尔和露露的配合 还可以 给烟 牙匹还好是个一道 只不过露露救人的压力还是有点大 TMA动得还是比较快的 没有特别恋战 背后SMS摸过来的信息 他们是知道的 这个位置林叔留了一手 远点长龙是将小玄子给放到 但是TMA顶过去之后 DT还是给到他们一定的压力 昨天淘汰数非常高的小唐选手 在这波是被宁加伊克雷给放到了 但是 就是林叔他没有雷了 这波看林叔能掏几个弹 南哥这个装备好啊 手里一把Growza 子弹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打面前的对手是绰绰有余 这波如果能够将DT给清掉的话 因为TMA前面的两名选手已经掉了 可以再补充一下这个762的子弹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主要是这个坑拿完之后 这把吃鸡的概率就直线上升啊 拉过来反应速度很快 直接反秒一个 打的差不多了 里边已经信息相对干净了 而RBS那边也是将下山的TM给全输清掉 这三个人还是看圈啊 这场比赛前四名已经是角逐出来了 林叔就是你哪一队要是管林叔 都会被其他队给制限制很惨 这波有一个控制这个厕所 林叔只剩一丝血 一枪就倒 12月拿到了这个人头 RBS这波动作做得很快 因为GFY那边和悟空出现了一个够用的 是的 GFY这个点 吃不到压力 吃不到 完全没有压力 来了两颗雷 炸残一个炸倒一个 两只圈内的队伍率先是夹着RBS打 我觉得悟空是处理RBS速度更快的 他本来拉两个人在后面 万一那两个人倒一个 这样他们都很难打 最后EBB是没有选择给分 8阶段 一个右下切 那就在蓝白之间放一把枪 但这个时候倒了一个 南哥倒了 这是911扔雷的机会了 而且人不少 911背后还有 郁郁也是害怕GFY挂后的两名选手 从坡下面去绕 所以一直在盯防 911又是一颗雷 立功了呀 911 已经拿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如果全跳的话 4个人头进仗 是啊 头顶上的突破口 其实GFY已经打开了 这个圈 完成翻盘 这波 95K还行吧 但是 很难补掉 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补合类的 脚步也没长篷 出事了 不知道今年的厕所 后面埋了一个95K 啥时候上来的呀 哥们儿吓我一跳 最后4打1 郁郁的位置直立